中文字幕 李宗盛 念思琴 你大嫂 你瞧什么 我的希望破灭了 去摸全帮眼下滑鼓败帮战务 眼下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你跟我这样都包上了 你能包废啊 瞧你这话说的 他们都知道 居然就我不知道 他们能比较上 我跟眼下的交情吗 你说这话倒提醒我了 我当时是把整件事情 通知到丁文孝的呀 怎么说也应该是丁文孝 去帮眼下还了这五百万 怎么会是许墨尘呢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太阳这么大 我晒黑了怎么办 反正你也成不了白雪公主 要是真晒黑了 就做个黑泰美人也不错啊 健康勤劳 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吗 就因为你这张嘴 我这张嘴怎么拉 能眼闪变 还口臭 口臭 好像是有点 干嘛你吓我一跳 我早上出门太着急 忘刷牙了 死死死了 两个蛋鬼 我怎么拉 好好监视啊 否则你的一日三餐取消 这个骑士女神怎么出现在迪埃了 沐灵神 你认识吗 你认识吗 他就是迪埃的首席设计师 你是眼下的死对头 原来她是个设计师 难怪 难怪什么 没什么样子 你别看到女人就魂飞魄散了 真情调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放心吧 忘不了挽救你即将死去的爱情 这一次你主动来找我 是代表我有机会啊 我希望这次比赛 你能做我的模特 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平 作为DI的首席设计师 和首席模特联手 那言下不就 你担心他 你别逗想 我对他可没那个意思 就我个人情感而言 我当然是希望你赢 但是作为员工想的来讲 我希望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我得珍重珍重 我不勉强你 那你考虑好了告诉我 话都没说几句 你着急去哪儿 准备比赛设计 丁文笑 我真想看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为文笑 都等这么久了 也没见到任何一位主角 你说 再这么摘下去 我都快吐露皮了 大姐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安静一会儿 从一开始你就特别特特别特 我耳朵都长简了 你这怪我了 这破方法谁想出来的 到现在为止 一位主角都没有见到 只有穷受罪 除了守住待拖 你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 那不就得了吗 想破悬案 就要有耐心跟毅力 你懂不懂 你干嘛去 你跟这待着 我去买防晒窗 有事想 电话联系 这女人的事也太多了吧 眼下着不上班去干嘛呢 跟上她 肯定有线索 这次的比赛 以男装为主题 我拭目以待你的作品 你真的觉得 你有机会赢过穆总监吗 虽然我没有接受过 什么专业的教育 但我有丰富的质疑经验 所以 所以你觉得你有机会胜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要赢过穆总监 但是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既然没有把握胜出 为什么不直接认输呢 你坚守 消失光年的信念是什么 让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那你当初来 DI应聘设计师又是为什么 丁总 你在做调查文卷吗 你不是希望 将中国裁缝的传统手工艺 发扬光大吗 那是你猜的 就算是我猜的 但你总不能否认 你想成为一名 真正的设计师吧 如果是 就请你拿出你的实力 证明自己 即便赢得比赛的胜算 只有百分之一 哪怕结局会失败 我也会全力以赴 我不能失去让传统手艺 站在舞台上的机会 那你就做好准备 接受失败的事实 原来不是找许莫辰跟丁文孝啊 这又白忙活了一场 喂 好你个仁煦 我不过是出去买个防晒霜 你就跟我玩失踪 说 先生在哪儿 你听我讲 真的 你刚一走 言下就从里边出来 我赶紧追了上去 这结果呀 你才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了 什么都没发现 仁煦 你给我等着 喂 你听我讲啊 这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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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明白了 他俩哪儿定比我好 莫辰 我想请你当林山的模特 你做这样的决定 不是摆明了让严下出局吗 这你不用操心 你只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行 行 丁娜总裁 那严下那边的模特 有什么安排 这个跟我没关系 温孝 如果严下输了这次比赛 那林山的设计 也不一定能成为 DI上市的目标 这个你不用替我担心 好 当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可不要吃醋 我吃什么醋 林山和我走得太近 万一 我相信你 别 感情上的事很难说 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林山 他自己能把握尺度 文秀 你会不会太有自信了 感情可不是数字 可以被计算的 行了 先别讨论这件事了 等DI完成上市再考虑感情吧 我真的很好奇 你怎么摆平这事 天哪 光想着设计 怎么把模特的事给忘了 没有模特怎么量尺寸 原下来电肯定是找我当模特的事 你知道该怎么说 我闻一下什么事 徐莫辰 我有个事件想请你帮忙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想找我当模特的事对吧 聪明 别着急称赞我 别到后悔 我说的是事实啊 我还没有说什么问题 你就猜到了 但是我的回答 可能会让你失望啊 难道 牧总监找过你了 这不是咱们讨论的范围 至于模特嘛 我倒有个人选 谁啊 他嘛 条件也不比我差 资历还可以 但是他是个素人 但我相信 经过你的改造之后 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成为名模 好啊 那你把他介绍给我 丁文笑 他 算了 算了啊 你看他那张 冰冷冷的脸 一点亲和力都没有 如果让他走踢他 那台下的人 估计早就结冰了 我 我不想我的设计 毁在他的手里 反正还是谢谢你啊 这件事情 我自己想办法吧 他找你帮忙 你干嘛带上我 因为我觉得你是最佳人选 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模特啊 不用找了 模特就在你眼前 我要个头有个头 要凶肌有凶肌 我就是你的最佳人选 你啊 别烦我 我没开玩笑 我这次比哪次都认真 要不我走个台坡给你看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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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谁妈呢 聂思琪 你咋没洗脸就出门了 都关她啊 你 快 你要是不想完全你这爱心 你就说 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啊 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啊 我们两个 参作是惊吓指数啊 是这样啊 那个 我和聂思琪在想怎么样 才能增加他的粉丝量啊 就突然就想到 笨 笨 笨 鬼吓人 你一定被吓死了吧 你 我跟你们太熟了 你们根本吓不到我 我建议你们去大街上试试 对对对 你提醒我了 走 好好好 你放手 你别想吃我豆腐 我 就你现在人家跟鬼吃的 谁敢吃你豆腐 我 我 我怎么 告诉你 要不是你 我刚才的寂寞就成功了 寂寞 你肚子里装的什么坏事 什么叫坏事啊 我这么做 还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岩下 岩下 现在缺一个模特 而我 就是最佳人选 你啊 算了 你这么打击我 就等同一掐死你自己的艾苗 你去当岩下的模特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你看啊 如果我 成为了岩下的模特 那么我不就可以进入DI深入敌营去打听第一手情报 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 凭你这样的条件 你能成模特吗 有什么不能的 你必须对我来试试 你必须对我来试试 几乎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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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知道痛呢 要不是你出的搜主意 我会被路人取笑吗 我大喜不是说你想全粉的吗 再说了这效果多好啊 我是个网络红人 我现在成了网络笑话了 眼下 你来给我评评理哦 又怎么了 你说 你说 你先说 还有默契 谁个都有默契 谁个都有默契 聂子琪 你先说 是这样的 这家伙 最近没钱吃饭了 总想跟我蹭饭吃 我总不能白给吧 于是 他就提议 如果能让我增加粉丝数 就让我负责他的一日三餐 然后呢 于是你就半鬼吓人 然后在大街上没有吓到路人 反而自己被嘲笑对吗 没错 那仁旭的计划算是成功了 你看 这才叫真理 别 我告诉你聂子琪 你别想赖账 另门都没有 眼下 你是不是我闺蜜啊 那么胳膊肘 往外拐啊 聂子琪 闪开你 我告诉你 你别想利用朋友的友谊 来玩学真理 好 以后你的一日三餐 别再找我 我不管了 你找眼下 聂子琪 你回来 我告诉你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一厘米了 你太过分了 走吧 去哪儿 请你吃饭啊 不行 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 乌公不收入 除非 你给我拆车做 我的事情 你帮不上忙 眼下 你这样说实在是太伤人了 再怎么说我也是四肢健全 五官发达 虽然说不上是人中之龙吧 但也算是上是鹤里鸡群 做你的模特绰绰有余吧 任叙 请你吃饭没问题 但是我的事情 你真的帮不上忙 眼下我 嘘 封口飞 在十秒之内 如果你不拿走 小心我反悔 沐总监 沐总监 眼下为了准备跟您的比赛 向我请假了 您的意思是 反正 他迟早要离开公司的 无所谓啊 对了 这个是我们设计部 为您准备的一些资料 沐总监 您参考一下 你这担心我会输给那个颜下吗 沐 沐总监 您别误会 我就是想提供一些资料 供您参考 不用 我要用自己的实力 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没什么事的话 你先回公司吧 眼下 我一定要让你 永远离开迪爱 尹长叔 我现在在灵山家楼下 我好像被人跟踪了 车牌号室 月B6 LY3X 你帮我找人调查一下 是无准 我好像被人跟踪了 好 蔡宁 许先生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沐总监发脾气了 原本想拿一些资料 供沐总监参考的 结果 交给我把回来处理 我提灵山 感谢设计部的同事 您太客气了 那就麻烦您了 这个风格 的确是灵山芳欠缺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别来烦我的吗 我本来是来告诉你 想给你当模特 但你嫌我烦 那我走了 不 我不是说你啊 那你说谁 这不重要 你刚才是不是说 愿意当我的模特 对啊 但前提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如果想让公司上市的话 只能是牧总监一路 从个人的角度 我更想知道沿下的实力 但迫于公司的上市 我们只能选择牧总监 沿下身上是有闪光点 但作为企业 闪光点是不够的 所以为了低爱长远的发展 牧总监才是最佳人选 牧总监的设计 在您看来大胆前卫 不接地气 但是只要稍作修饰 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您的预期 一时的成功不代表永恒不败 只有长久的洗礼 才能显现真正的价值 所以我相信在您的心里 应该比谁都清楚 看你的样子 一定是被沿下摆白白流利 摩特 没你想的那么好当吧 我是时困 什么 时困 吃太宝 犯困 你不是去给阎夏当模特吗 怎么会吃太饱呢 阎夏他嫌弃我 他给了我一百块封口费 真的 我就看着那个钱 我挣扎犹豫了很久 但是铁打的汉子 也扛不住三天饥饿 所以我就去分 任逊 你居然为了你的温饱 吸收了我的爱情 我今天要跟你拼命 你别跑啊你 我不把你拼命 我又不死了 你回来 你别跑 只要签了支饭合同 成为这家店的古宗 我就永远是你的专属模特 为什么这么坚持 一定要成为这家店的股东 因为 我的梦想 没有你就无法实现 而你呢 没有我 就失去了胜算 你成亲我 我成就你 咱们谁都不欠谁 好 我签 我签 这是你梦想的开始 我希望 能让你找到新的设计理念 我签 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 是专属设计师交流的空间呢 你有什么想法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打造一个 企量快 又舒适的时尚圣地 让独立设计师们 在里面唱作预言 嗯 这个想法不错 还要加上我们的冰激凌计划 这个点子好 文笑 你看 这是我融合了你的想法 画出来的冰激凌冒险器 这都曾是 文笑承诺过的文笑 丁总 和五位评审谈过 结果怎么样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丁总 我有点不明白 这言下 是您亲自招聘进公司的 可这次比赛 您却站在牧总监那边 难道 您后悔招聘言下 想利用牧总监开除他 周琴 难道在别人眼中 我就真的这么公于心机吗 您的一丝不苟 绝不妥协的个性 的确是有点 不过您 您没有私心 绝对的公平公正 也让人佩服 可就是对言下 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我是有点看不明白 但是我心里明白 那您觉得 要让言下彻底失败 他会不会对整个 设计行业 就失去信心了呢 我相信言下 他不会被打倒 怎么办 怎么办 没有模特 怎么比赛 怎么办 喂 妈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长时间不回来 也不会打个电话 给家里报个平安 我最近事情太多了 所以忙忘了 是不是那个 什么 公司老板 又不许你了 你跟妈说 妈给你出头 没有 她没有不许我 你不用提我担心 妈 我现在在店里 事情有点多 先不跟你说了 就这样 颜东 颜东 你去 到店里看看你姐去 妈 您不用担心她 姐是个女超人 打不倒的 臭小子 就知道玩 不行 我得到店里看看去 是不是在担心模特的事 你会读心术啊 如果不会你别瞎猜 不会读心术 但每次猜的都没错 不是吗 别拿巧合当常态 那你也别嘴硬 模特这件事情 我可以帮你 你不会是想毛脆自荐吧 怎么我不够格吗 身高 腿长 身材比例还可以 但是唯一的缺点 一张冷冰冰的脸 走上梯台台下的观众 全部都结成冰块 这不是我跟许莫辰 说的话吗 我还知道 你现在心里在想 是不是许莫辰 出卖了你 把你这段话告诉了我 你怎么知道的 你脸上写着 丁总 我没有时间跟你拼嘴 我也没有时间来跟你闲聊 我是来谈正事的 我很自信 以我的条件绝对比人序强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不想再招惹 不必要的麻烦 什么麻烦 就 你这种伪善的白莲花 有什么资格勾引我的男人 想借进入DI集团勾引丁文孝 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想骗过所有人 但是骗不了我 丁总 在模特这件事情上呢 我自己想办法 不麻烦你再替我操心了 我还要继续工作 骗我说工作忙 原来呀 是和许墨尘偷偷的约会 害得我白担心一场 怎么不是徐墨尘 是他 想破坏我女儿来之不易的感情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这个人 怎么不知羞耻啊 你明知道我们家严下有对象的 你怎么还在中间搞破坏啊 阿姨 您误会了 我误会了吗 这要是大白天的 可能我误会了 这现在都几点了 半夜三更 不能寡女共处一室 能误会吗 你是不是队伍家眼下做了什么 我可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可饶不了你 我 阿姨 阿姨 你臭小子 你别跑啊 阿姨 你扯上力气 你别跑 阿姨 求我给你解释 干嘛呢 你让开 我跟你就训这个衣冠禽兽 你说 你受了什么委屈 妈给你做主 我没受委屈啊 怎么可能呢 你是不是不敢说呀 真的没有 怎么可能 你看看 这都几点了呀 大白有点脸齿心的人 都知道女人明节的重要 今天 是不是被我撞见了 要是被别人撞见了 要传出去该多难听啊 万一传到我未来女婿 许莫缠的耳朵里 你说她该这么想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了吗 我胡说了吗 妈 妈 阿姨 我告诉你小子 以后别再纠缠我们家严下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妈 你少说两句 不是 你怎么还听她说话 你是胡同虫啊你 别喊了 这街坊连去都听着呢 那好 你爹爹必须跟我说清楚你 vegetable 走吧 妈 丁总来找我真的是解决工作上的难题 你错怪他了 你的手又没残 你画个设计图 还需要他帮忙吗 别给我找借口了 我没找借口 我说的都是事实 公司要求我跟牧总监比赛 我需要模特 所以 对呀 那许墨尘不就是个模特吗 你怎么不找他帮忙呢 又不是没找 只是晚了一步 不可能 五百万的巨债 他都能帮咱们家给还了 你找他当模特 这么点小事 他能不帮吗 严下 我告诉你 你可别给我搞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腿 咱家没这家风 你连那姓丁的小子 远点 妈 你能不能讲道理 你妈的话就是硬道理 许墨尘 就是妈心中的女婿 其他的想都别想 行了 我先回去了 那要许墨尘的看得上我呀 看来 我真是一个 不被人喜欢的家伙 也许最在意我的人 只有灵珊了吧 我真是一个 喂 林珊 我看见你家灯灭了 我以为你睡了 我想见你 好 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我在低爱的旧场址 林珊 外面这么冷 你怎么出来了 我给温孝打了电话 她说马上就来 所以 我想在路口等她 林珊 在你的心里 难道就没有我的角落吗 我的心 已经被温孝填满了 没有办法 容下其他一丝感情 还要懂你拖住我 你家楼下的咖啡店 但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都记在脑海里 就是我 宽一着 你们的心 您面对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快压一下 你赵眼 你爱你 你爱你 只属于温孝 我永远 你爱你 你爱你 营 us 生 地电话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开心或是难过 不都是自己的选择吗 别人左右不了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我对文笑的付出 并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 这是一种难过 而我却落在其中 不是吗 云珊 这是你最美 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而文笑的冷静 沉重 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文笑够狠 而你 够残忍 同类才能共同生存 这一丝温暖 让我抱一下 就当作 是给一颗即将冰封的心 一丝温暖 这一丝温暖 足够我回味一生的 也计不够提甜蜜 给我的爱情 体验我 知道 的刀空白卷 我努力等 冰住心疼 在你出现的 一丝温暖 你可不要吃醋 我这什么 林山和我走得太近 万一 我相信你 别 感情上的事很得说 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林山 他自己能把我持的 文笑 你会不会太有自信了 感情可不是数字 可以被计算的 全国无退出 这枪之后 坚强守住自己 最后的 一生 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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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夏 答应爸爸 无论如何 你都要让低爱上市 完成我对古东的承诺 爸 你到底跟林珊说什么 人们永远追着得不到 却有渺茫希望的东西 只要你给他诱饵 他就会死心塌地地追随你 唯有这样 才能保住你低爱的位置 可是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 去伤害任何人 背负低爱的责任 你必须这样 温小 如果你想抓住一个有才华的人 千万不要给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要让他依附你 才能长出翅膀 才华是其次 忠诚才是首要 哎呀 不是爸 这是经营 就算你不能接受他的感情 也不能将他对得过远了 我的灵珊 是爱还是愧疚 我好像从来都没明白过 别着急了 别着急了 放心 我会陪你一起的 在这一刻 我才明白 真正需要温暖的 并不是默珍 而是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